大家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书法 上次节目呢 田老师主要把我们初学者在联帖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呢 向我们做了一下介绍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开始学习永字搭法 那么很多学习书法的人呢 都是从永字搭法开始的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传统说啊 学习永字是学习书法的一个最佳途径 那么为什么先写这个永字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说啊 这个王羲之呢 为书胜 应该学习王羲之 王羲之呢 有一本字帖叫蓝亭旭 是他的代表作 所以呢 又应该先学蓝亭旭 蓝亭旭呢 第一个字呢 是永字 永和九年 遂到鬼丑呢 所以呢 先学这个永字 这是一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呢 似乎牵强一点 我们觉得第二种说法比较合乎道理 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 因为永字的笔画最少 笔法最多 这种说法 我觉得很有说服力 那么我们先把笔画这个字啊 说清楚一点 这个笔画呢 有两个字啊 首先明白它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见到的 这个画字 第二个画字是这个画字 就是我们繁体写的这个画 就现在写的这个画啊 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啊 笔画 比如说我说永字 这个永字 这个永字 应该是五个笔画 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是指这个笔画而已 如果按照这个画字解释 就应该是八个笔画 这是笔画的画 它并不是按照这个画字来解释的 那么按照这个画字解释是八个笔画 也就是八种笔法 那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所以还有就是第八个笔画 是这样 在哪一个笔画当中 人指的这个画字 它都有一个法则在里边 那么我们看 永字同共是五个简短的笔画 却有八种这样笔画的笔法 这八个法则就概括了书法笔画当中的大部分 当然就是全部 很多笔画被这永字概括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呢 我们练习的笔画很少的字 可别的那么多的笔画 那么就永字来讲是最有典型意义的 因此呢 我们初学者应该先学好这个永字 会解决很多问题 这一点是有说服力的 那是不是欧元柳照这几种不同的风格 也能够从这一个永字内写出去 你能够学什么题的 一般是学楷书吧 都能够从这个字入手 我想这点是对的 但是后文呢 也这样提的 说这个勇字这个地方 还有个转折 就这个地方有个转折 所以转折应该算一法 因为说勇字九法 这未免牵强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说 勇字在最早啊 它就是两个笔画 勇字最早曾经是这样写的 它按照这个 律书过去的那个笔译来说呢 那么这横呢 是独立的笔画 到了凯法的时候呢 那么它在这里出现一个横折 当然这个横折我们将要讲 这是个问题 但是就勇字来讲 确定原来的八法是有根据的 后来再加的话 那也能化说天足之嫌 八法就是比较准确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八法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一种字呢 就用欧体的这个方法 写出一个样子来 看一看那八法是怎么回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勇字 最后的这一句 勇字在资勇保征集 这个勇字 这个勇字 稍稍失真了一点 特别左边的一片太短了 中间那一树有一点残缺 稍稍有点失真了 但是基本的轮廓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学勇字的话 就打开九成功字帖最后这一句 勇字在资勇保征集 在最后 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勇字八法怎么回事 他把第一点称为策法 就这一点 称为策法 这个策法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说啊 策是倾斜的意思 是不正 是偏策 是在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 意思是在说啊 在书法当中所有的点都应该歪着点 斜着点 而不应该正着点 是讲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他告诉你是策法 那么暗喻点应该策着点 这是说的这个点 这是怎么写好这个点 这些具体笔法问题 我呢 在讲到笔法问题的时候 在详细的谈 然后说这一横 这一横呢 在勇字八法当中并不是十分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凯书结架之后 这一横缩短呢 但这一横呢 在整个书法当中却常见 这是个勇法 勇 勇 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告诉你啊 就是用力 我们平常 这个北方所说的勒 就这个 使这么勒 就指着勒字 学书要勒马呢 要用力的 把它限制住 因为要横话经常要 经常要写成 比如说 我们写横话说 往往由于万字的关系用万 有时候挡住的尾部 看不清楚 比如说 写一个传横 开始就看得很清楚 到结尾 如果再拿传到这块书 有时候被挡住 看不清楚 防止它越轨 那么就要限制它 一个是用力 一个是限制它 不要越轨 所以这个勒的意思 当中的这个两层 这是一点 我们再讲这个竖笔 这个竖话呢 称为鲁画 鲁法 这个鲁字呢 也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要用力 努力的往下写 用力 竖笔因为非常的顽固 这个笔画呢 不用功课 因此在鲁贴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这个竖话 要多写 反复的写 不然的话 就不能写直 那么第一点 告诉你 要努力的去写 要增加力度 第二 告诉你 这个鲁字啊 与这个鲁字啊 还通假 就是弓箭器的这个鲁字 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箭在弦上 一定要直 要正 所以这个鲁字呢 要注意到 要写的有力量 要写的直 写的正 尤其是这个竖笔 在当中的时候 务必要写正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 鲁字八法当中呢 这个竖笔呢 要是竖笔 在正当中 人家写的时候 要格外的努力注意 最后呢 这个勾 最下端这个勾 成为这个替法 这个替 这个字一次 告诉你什么呢 这个起勾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替 在以前呢 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解释的意思 就是那个 踢架的时候 踢架的时候 有些提脚往后勾 用脚往后勾的那一下 把它叫做替 因为呢 在这里呢 就指着这个 脚的一种形状 然后 顾名思义 怎么能看到呢 这个 这个 起脚往后勾的时候 很像影子 踢起来的这个勾 这个勾的角度呢 有很多种 影子的角度呢 基本是这样 以后呢 会讲到很多种勾 啊 复勾 啊 阳勾 啊 正勾 啊 反勾 啊 隔勾 啊 等等 有很多的勾 那么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可以这样讲 勾字当中的 勾的这个写法 也就是替法 它的难度不亚于大横大数 非常难攻克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的笔法上很细腻 特别是 它依赖于前面的笔画 前面的笔画写的不好 比如这个树笔 树笔你还没写好 你勾不可能调好 所以有人以为 我的勾调的不好 所以是树笔没完成好 树笔完成好 树就快会调了 就能调好一些了 当然又不代表前面的笔画写好了 每部队的树就一定能好 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所以在欧体当中的这个树 是很艰巨的 不能攻克 这是替法 我们在讲第五种法则 叫策法 就是这一笔 这一笔在现在凯顺看 跟这个对一笔横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像是个仰横 往上写一样 实际上最早这笔呢 是一段个条笔往上写的 应该是这样 下边接这个笔呢 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说 调笔向上 那么这种调笔 在书法当中的用语 叫做策法 但它不是这个策 是这个策 这个策上什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骑马 用马边呢 抽打这个马的跨笔 马跑的速度很适中 使我们很难易 但应该要用鞭子轻轻的扫着 表示这个打马前进的意思吧 那么这个高起 清末 是代表调笔的意思 意味着是指的鞭策 那个策子 在这个不当战策 策略 不当这个讲 是个鞭策的意思 那么这个鞭策的方法呢 也就告诉大家 是重其轻略 写扫 把这个设法 已经告诉给大家了 我们现在讲的 第六个法则 就是这个长品 它呢 在书法当中 称作叫 列法 这个列 列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的这个笔画 由高向低 然后向上慢慢翘起 带有一点弧度 那么这个意思呢 是在告诉大家呢 写这笔的时候 要像小药投水一样 分裂而过 这个分裂而过 并不是说让你写得太快 是告诉有那个弧线 当然这个永泽的一片 也不可以啊 翘起太高 比如说这样的笔画 翘这样就不可以 就是列有这么一个弧线都可以了 但这个弧线必须得有 那有不行 这是指的 这是指的永泽里长篇 那么他在写的时候呢 开始是要慢一点 到最后 起风的时候 再稍快一些 这是略法 我们讲的第七法 第七法称之叫 这个折法 这个折是带着什么意思呢 就如同折木鸟啊 跟吃树虫的那个姿态差不多 我就跟他 你见过没见过 农村这种景象啊 我的小时候就看见过 一个周姆养呢 落在一个树干上 用他那个长大的嘴啊 敲打这个树干 有些树虫从里面就抽来了 抽了之后 然后这个周姆养去这个树虫 他往来表现出来的是啊 慢羊头快下嘴 羊头并不太快 但他啪 啪 非常准确地在往下下奔去 所以呢 这种方法呢 就是说 周姆养下嘴的这些上下时间 就像我们写的短片一样 王羲之呢 在这个短片的问题上 有这样一个论述 他说得非常简洁 他说啊 拙不可缓 缓则失去 嗯 他说 这个折法呀 写的时候 不可以慢 慢了 慢了就失去了气势 这就告诉我们 在写字上 有些笔画是要快 有些笔画需要慢 比如像这样的树笔画 那肯定是要慢 这个那笔 是要慢 但是 这次这样调笔 这个着法 像这些个东西 都应该尽量地写快一点 但是 慢了不要失去气势 快了不要慌乱 所以这种关系呢 这个观众朋友应该把它 一定要反复地揣摩 把它掌握住 我们再从边上看一下 这个写这个 着法的 这个速度问题 这应该起比 嗯 至于说 这个 起比 收比之处 这个具体的关系 等到我们讲笔法术 再详细论述 这只是看一看的速度的快慢 就这样 呃 再看看这个那笔 这那笔呢 成为折法 成为折法 折法什么意思呢 是古代的一种刑法 把人腰断三截 他这里边是暗预给你啊 折子有三个阶段 就起比之后 低头 然后顺势下行 到最后再起风 这那就好像一波三折 看是这种感觉的 就低头 然后再翘起 这样一种关系 嗯 所以大家看清理的话呢 就是这个 一波三折当中呢 讲的是这个 那笔的这个过程 因此呢 这折法呢 也是一个很 吃力的一个笔画 难度比较大 大家呢 要耐心的写 以后还要讲反啊 正啊 平啊 等等 我们再一一介绍 永自八法呢 是这样八个法则 八个笔画 在这里有一点 要向大家说一下 我们讲解的时候 要让大家清楚 所以先集中的讲笔画 后来讲结构 讲章法 讲器用 但是在你联系的过程当中 你可不要把它 都割裂开来去练 那就说 在灵系笔画的过程当中 不要单一的去练 不要单一的说 这个点我写不好啊 我就点很多很多的点 这样 不要去对啊 说这个横的写不好 我就凡难复复的写这个横 这样不好 要结合一个字 具体的去练 比如说你写一个树画 树画有左树 有右树 有中树 有上树 有下树 还有粗细 细的 细的 短的 长的 树非常若干种 那么你写这个一个树笔 必然是针对这一个字来去写 如果离开这个字的实际需要 你就单练起它 就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在这方面呢 大家写字的时候呢 在注意笔画的同时 也同时要兼顾到它的结构 您谈到这个永子八法 策略 努替 策略 卓 卓 对 这是八法 这关系笔画呢 就已经很复杂了 对 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 作为初学者呢 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问书法 学习书法 有没有捷径 这个问题啊 曾经有人呢 也向我提过 就是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 我可以这样讲 学习书法呀 这个周期很长 但是也有些人呢 下的功夫大 天赋比较聪明 所以呢 时间不长 就写的像个样子 这确实是有的 但是呢 更多的人 是需要一个 比较长的周期 如果想着走捷径 搞速成 这显然是不实际的 在这个问题上啊 邓拓先生曾经答复过这个问题 有人向邓拓问 说邓拓先生啊 这个学书法有没有什么捷径 大家知道邓拓先生书法方面 是很擅长啊 很精大 邓拓先生这样答复的 他说 识书法 你知道什么是捷径吗 步走捷径 就是捷径